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提升集中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基隆市政府办理一场国际设计交流工作坊 在台湾日本韩国优秀设计师的创意激荡下 针对基隆伴手礼大礼包和基隆特色的商品 展现设计成果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办理的国际设计交流工作坊成果发表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产发处长林鼎超 到场感谢台日韩设计师们脑力激荡 为基隆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国际化的城市形象 发表会中展现多样设计成果 像是融入基隆海港货柜意向的礼盒设计 还有大家熟悉的基隆三宝之一的辣椒酱 也展现了台日韩设计师的创意发想 师傅用明星商品的概念来选出了 我们今年10家不一样的明星商品 那他们都是我们基隆的未来的明日之星 那像是我们现在手上的马路酱 就是我们的基隆的三宝之一 那个酱料三宝之一 那我们觉得它也可以有一些优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设计师 来帮我们进行商品的优化 那因为原先的商品呢 它本身是玻璃瓶包装 然后尺寸较大 那我们考量到未来品牌 希望踏上国际的宣传跟行销 所以我们将包装呢 变得比较迷你的size这样子 就是全新的油画包装 然后也推出了这种便利性的 就是方便大家在可能家装 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送礼 然后推出这种小型的迷你尺寸的礼盒 文化上面是因为我们这次韩国的设计师呢 其实韩国很有名的一些 美食就是像大酱汤嘛 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辣酱品牌 那他们的包装本身都是以塑胶和料去做包装 那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基隆的这个 丸记辣椒酱呢 也俗称马路奖 那他就是以玻璃瓶身 所以可能在沟通上面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交流到说 其实可以透过不同的材质包装来去 为品牌加分 团队总共有韩国的设计师 然后还有我一个台湾的设计师 然后我们总共五位同学来进行交流 那主要还有一位那个韩国的当代的副理事长 千华老师 然后他来进行我们可能语言之间的交流跟沟通 我们台日韩设计这个交流的平台 已经进入了这个第二个年头 那从这个优秀的过去的建筑系的学生 到现在新锐的设计师设计家 那我们期待透过这样子的交流成立一个平台 然后把台日韩各式各样的设计创意都融入在基隆 也多次都说我们有山有海 但是我们的整个城市的创意景观 可以再发挥更多一些特色跟创意 所以我们继续努力来把这个设计的方面 把它发挥到极致 集结台日韩设计新秀的设计观点 希望让基隆的明星商品未来迈向国际化 市府产发处表示 期待未来能够持续推动更多国际合作机会 来深化基隆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您知道该如何制作平价又美味的海鲜料理 又达到永续海洋的目的吗 一起来深入了解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产发处所规划的 2024永续海洋生态国宴成果分享会 特别在国门广场的玻璃屋登场 邀请生态饮食设计专家 跟基隆在地厨师一起创作 让基隆的在地海鲜升级 并达到永续海洋的概念 在4月份的时候已经集结了上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生态厨师 他们针对台湾的几种国产的鱼产品 常见的平价的鱼产品来做设计 因为其实好的料理不需要昂贵稀少的物种 而是我们随手可得的这些物产 所以我们从台湾常见的大概11种鱼产品 比如基隆的小卷 白带鱼 青鱼等等 还有南部的湿木鱼 牡蛎等等 11种来做发想跟创作 那在这两个月的期间 这些生态主持总共特别针对海洋 海鲜比较擅长的主厨 大概有35位生态主厨就留下来制作 35道海洋的这个创意料理 那还有特别也邀请了基隆的团队 基隆的餐厅团队有三家餐厅也来组成一组 总共是7家一组 总共8组的生态的这个国宴的食谱 今天都在这个场地呈现 那总共有40道菜的这个菜单 跟食谱都会集结成 然后送给我们基隆市政府来作为推广 那先讲这个白带鱼 张旗这是张旗设计的 那里面会有老菜脖 老菜脖其实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黑金 所以我们跟有闪亮亮银色的白带鱼一起去蒸 然后里面也有用到新鲜的白萝卜 还有菜脖 主要是三代同行金银共融的概念 那当你们来到了基隆 谢谢你们来 你们应该会看到我们有很漂亮的山 很漂亮的海 乍见山海就是我们一起去呈现的 基隆有山有海 那每一个时期有不同的食书 会在这个地方产现 然后再来是我在八斗子 然后我念海大 我在这里生活了20年 所以我用一个我透视到我凝视 我看到的基隆我看到的海洋 在这个培养皿上 你们也可以这样凝视到这个培养皿 其实这个培养皿也等于是这个基隆的海 培育了我们大家长大 所以我们呈现的话是沙茶里面有加咖喱 然后味道也是很丰富 又加了我们的FRI里面的海鲜花枝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养殖的蚵仔 所以是蛮新鲜的 那另外这边也有那个 我们的海鲜的虾 然后另外这个炒冬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不要使用鱼翅 然后我们用那个冬粉来代替 通常在板斗材里面的话有很多鱼翅根 所以我们尽量鼓励说大家用其他的食物去代替 另外的话这边也有我们做的那个 那个鬼头刀的慕食现在我们现在实在 食当季的产品像鬼头大 鬼头刀大出所以我们是使用说用 让鬼头刀用盐取鱼去腌制它 然后再做成慕食这样子 让大家更认识友善鱼法是什么 RFI的鱼种 然后我们其实基隆人常常在吃鱼 可是到底要怎么样选鱼 然后对这个环境才是友善的 那藉由这个活动像很多的不同城市来到基隆的生态厨师 其实他们对于基隆的印象就有非常多的香料 然后跟小卷 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是别的地方来看我们 然后等于是我会去一直反思 我们自己用到的食材有没有他们那么丰富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将持续辅导农鱼村社区产业 转型成以在地特色物产为主轴的生态旅游 这次的基隆生态国宴成果分享会 市府未来也会将食谱导入社区发展特色 透过食材故事 生态永续 让这次的永续海洋生态国宴计划持续发酵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响应国际佛光会提倡的佛光有爱 灵饥饿活动 基隆极乐寺举行爱西米联合捐赠给50个受赠单位 让关怀 宠密 出发 传递人间有爱的信念 佛光有爱 灵饥饿 响应联合国SDGS有序经营及消除贫穷的目标 佛光山极乐寺继国际佛光会 中华总会基隆区佛光人 在大雄宝殿举行佛光有爱 灵饥饿 爱西米联合捐赠活动 由住持妙章法师主持 这次我们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基隆区各分会 那发起的一个爱西米捐赠 那在信荣区这边总共有50个单位受赠 那这个有里长 那有学校 有弱势团体等等的 那相信大家所发起的这份爱西米的捐赠 那可以福利很多需要的人 那这也是呢 师傅他秉持的 这样的人气己急人逆己逆的 一个无缘大慈通体大辈的精神 那带给每一个人人心的一个温暖 那也能够达到去除我自私 那有一个无我的一个平等大爱 把佛陀的一个慈悲智慧 真善美都能够呢 这个发扬广大 50个受赠单位包括了各级学校 慈善团体各里办公室等 共赠予了430箱超过5600公斤的爱西米 由各校的校长及单位主管清零受赠 现场贵宾云集包括佛光人 超过130人参与盛会 今天非常谢谢佛光山举办这个 人间有爱灵机恶的这个活动 捐赠非常多的资源 给我们相关各校各里的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就以佛光人的宗旨跟信条 来从事我们的政治工作 相信这个社会会进步 祥和那政策也会实际的推动 让我们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被看见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 我们感谢我们国际佛光会 我们基隆区信义第一分会 这个已经是连续第二年的捐赠了 那我们薄荷光怀协会秉持这个助人之心 我们透过食物银行的服务 透过这个百米的捐赠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基隆市的弱势家庭 能够获得百米的爱心 以及我们佛光会的一个祝福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关心我们社会的弱势族群 让我们一起送爱给弱势家庭一个温暖 藉由各单位转正给弱势和有需求者 期望能在社会上形成善的循环 让社会更美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卫福部基隆医院复健科语言治疗师指出 六岁以前的孩子 语言发展迟缓的案例有增加的趋势 因此提醒家长 孩子在一到两岁期间 如果发现有语言发展迟缓的情况 应该要尽快带到医院检查 及早进行早疗 受到过去几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以及3C产品使用不当 卫福部基隆医院复健科语言治疗师表示 学龄前也就是六岁以前的孩子 语言发展迟缓的案例有增加的情况 原因是家长和孩子 大部分都关在家里 生活经验变得非常的少 那你们可以想象吗 小孩子24小时都跟你相处 家长都快崩溃了 你能怎么办 你就把3C丢给他 所以这就是一种学上加霜 如果说生活刺激都只有在家里归族 然后还有使用3C当保姆 确实发现孩子的特殊性啊 专注力降低 会比较容易忽略 会造成他的语言发展是迟缓的 他可能比较没有跟人有互动的机会 那他的语汇量就会变少 或者是即便他有词汇 或者是有句子 用在生活当中去提要求 饼干 我要吃饼干等等的 但是他描述 描述事件或连结 处理那些语言的讯息 也会变得比较跳跃 对 就是让他的大脑神经 没有得到很好的滋养 从正常的会变成比较 因为就是专注力的影响 就是会比较影响他的语言发展 也因为语言发展迟缓的案例有增加 再加上早疗能力不足 需要接受语言早疗的孩子 必须在医院排队等到半年左右 才能够接受到语言的专业治疗 以其他治疗来说的话 比方说职能和物理的治疗 他们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就是可能一个月以内就可以排课了 但是语言治疗的话 就是稍微慢一点 可能要等到半年 各个医院都是这样子 语言治疗师提醒家长 如果孩子在一岁半到两岁之间 被发现说话时 还是没有出现双词组 例如妈妈抱冰冰冷 并且伴随孩子缺乏眼神接触 及指令理解不佳等状况 就要赶快就医检查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利用图卡兑换沟通介入 以及核心反应训练治疗 过程中更需要家长的高度配合 才能有好的成效 我们也真的很需要家长的一起协力帮助 我们会希望家长把治疗师给的建议 真的落实到居家的生活 像刚刚影片当中的妈妈 她真的就在家里跟孩子练习图卡沟通 她真的就要把孩子的增强物 想要的那个东西做成卡片 然后去沟通 而不是像以前这样子 嘀嘀叫啊啊叫 然后就 啊啊啊给你 因为其实孩子也在影响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大人 只会影响孩子 孩子会不会紧张 会不会觉得很吵 会不会想要给 赶快给她 她就闭嘴了 是 像图卡沟通的话 我会建议 妈妈在点心时间 还有游戏时间 可以陪孩子这样子练 那时间差不多就是在 15分钟到半小时 这样子 一天 至少一次啊 家长现在都很忙 最好的话可以三次 一定要及时啦 一定要及时 那越早介入 一起来帮忙这样子 小孩子可以正常的长大 另外一个可能 我们也体认到 3C产品的 适当使用跟管制 那事实上 这个好像也是会影响到 ADHD的 那个 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的一个相关的问题 那这个 很多小朋友到真的上学以后 也因为这边的 一个缺憾 会进入那个 支援班 支援班 那支援班 其实 有时候想想也可怜 他会被贴标签 会被霸凌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也希望说是在 他还没就学以前 我们能够有机会拉那一把 语言治疗师也举例 新闻事件 因为语言发展迟缓的孩子 没有及早接受早疗 等到长大后 因为无法和家人及社会沟通 情绪无法控管 反而对家中长者家暴 或是变成自闭症 任意触摸其他孩童 而被孩子家长狠揍一顿 就适合没有及早进行语言早疗 有密切的关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特别跟故事工厂合作 首次推出了暑期培训表演课程 邀请陆维金钟奖的明星阵容奖师来指导 欢迎13到18岁就读基隆国高中职的青寿年 或涉及基隆的青寿年朋友 踊跃报名 星光大大 我想学表演 同学们好开心 因为基隆市政府教育处跟故事工厂合作 在基隆首创举办剧场人才培育计划 将特别邀请李绍杰 安心雅 吴宜佩等明星阵容奖师来指导 紧张和期待 因为可以遇到一些很厉害的老师 然后学习到很多不同的演戏技巧 未来想要走这条路 然后对演戏很有兴趣 我很兴奋 因为我觉得可以遇到很多不同 然后很厉害的表演老师 然后我觉得很棒 就是我喜欢在台上 就是发展我的情绪 然后非常喜欢演戏 就是在台上的肢体 然后表情 就是不要像刚刚那样这么尴尬 这是基隆市在表演艺术培训课程的一项创举 造福青年学子 同时也邀请政策宣导大使杨宝珍 在现场宣导推广 非常的期待 而且因为这个名额有限 所以大家真的赶快来报名 因为我自己其实过往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 然后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 那我觉得后来就是 随着去学表演 然后慢慢的去找回自己 以前有一些那种可能压抑的负面情绪 我都不太敢表达的 我就觉得我透过在表演这件事情上面 又把它找回来 所以我觉得好像在学表演 其实不只是你未来 maybe可能运用在剧场 或是你运用在你的这个明星上面 但是其实你在各行各业 其实都可以运用到这些所学的知识 所以其实这一次真的很开心 就基隆市政府可以跟故事工厂 这边来进行合作 那大家赶快来报名 到7月18号而已喔 那这个四个题目 当然是我们要问他 为什么要来参与这个表演 再来是他有什么样的专场 以及他未来学了这些技能之后 他回到他的学校 有没有要做相关公益的回馈的事情 那在前面 我们问了几个这些题目 如果小朋友非常用心的作答 他当然会得到比较高的分数 那也就是透过这些评比 我们会选出最认真最积极的小孩 让他有机会成为这36位其中一位 最练打磨 为了明天 成为闪耀的钻石 从基隆开始 明星导师李少杰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 安新雅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 吴依佩 知名主持人 演员 白白台北电影节最佳女配角 剧场专业讲师 如立宇 李银辉 汪永如 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招生中 到现在我们邀请了超过一万两千个学子 已经进入剧场来欣赏正式的表演 我们除了说培养大家对于戏剧的一个兴趣之外 表演艺术的一个热忱之外 也让我们的孩子们来学习如何一个 具有美的鉴赏力的一个公民 那我们很期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培训 你看有这么多这么棒的一线的优秀的讲师 在我们这个指寅长的一个规划之下 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培训来厚植 专业剧场人才的实力也向下扎根 活动名额有限 欢迎13到18岁就读基隆国高中职的青少年 或涉及基隆的青少年朋友 搜寻市府教育处脸书 踊跃报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词判词和团阅 豪廚舊磚路整坪 基隆騎樓更好走 打造以人為本的城市 我們下半年在愛山路、園山路 廟口商圈的附近來推動騎樓整坪 讓行人更方便更舒適也更安全 騎樓整坪有愛通行 基隆市政府關心您 鄰近基隆火車站的基隆轉運站 七月一號將要啟用 想要去搭國道客運和市區公車的民眾 趕快follow me 要搭乘國道客運的民眾 可以從中一路上火車站南口 對面的轉運站正門進入 直通後車區域 也可以從舊火車站旁邊 這個大頂童下方進入 搭電梯或走樓梯到後車區域 如果是下雨天 也可以從火車站南站 經過街五空間這個聯通道 來到大頂童下方 再利用電梯或樓梯 就可以到達國道客運後車月台囉 這裡有國光客運 泰勒客運 和往士林 及內湖客氣園區方向的 各條路線客運 如果民眾想要搭公車 就要去轉運站外面 新落城的市區公車後車停 民眾可以進轉運站 再步行到外面的公車後車停 或是從火車站北站 經由樓梯 從往公車後車停 這裡的後車停 可以搭乘市公車 前往太白莊 信義 莊正和安樂 長庚醫院的方向 大慈大慈大悲的觀音佛祖 基隆慈明寺已有130年以上歷史 祖寺觀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薩 以駐聲明廟 信眾遍布北部各縣市 香火相當定盛 慈明寺的觀音佛祖 相傳特別的靈印 信眾時常來參拜 香客們也篤信大慈大悲的觀音佛祖 佛法無編 能變化千手千眼來保佑眾生 並激世度眾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親親幼兒園在基隆市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 舉辦溫馨的畢業典禮 市長謝國良親自到場頒發畢業證書 民眾黨立委林國成也獻身基隆 來參加孫子的畢業典禮 林國成的女兒台北市議員林真語 也以姑姑的身份來觀禮 大家共同祝福孩子們 將成為小一新鮮人 邁入另一個求學階段 小朋友帶來可愛的演出 青青幼兒園第五十一屆畢業典禮 在基隆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舉行 市長謝國良到場頒發畢業證書 與畢業生合照 也宣傳市府積極推動各項政策 讓孩子能夠安心健康成長 時間過得好快 院長怎麼又一年呢 我在去年的時候 小愛今天一定要過來 他有點害羞 不過他今天就大家來很開心 救了他一個同學 那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我們去年就坐在那邊 看看小愛畢業 然後沒想到又一年畢業了 不過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送孩子到經濟來讓我們很放心 然後呢整個教學 都讓主要是孩子快樂 平安快樂 然後能夠在這邊長大 真的很開心 我們給我們的園長 我們的董事長一個熱烈的掌聲跟感謝 青青青 本著五十一年來一定盡心盡力 跟著社會上的腳步 一起來更改我們教學的方式 我們現在的教學 都是很多都是戶外的 都是很活躍的一個教學 我想你的小朋友送到青青來 我們絕對不會服務家長你的期待 那當然每年來到這裡 我就覺得我現在又老了一歲了 因為我的小孩是在青青是第三屆畢業的 那現在已經五十一屆了 所以真的是不簡單 畢業典禮中來了多位貴賓 包括前議長張芳麗議員 安樂區長簡易哲 立法委員林佩祥代表 還有民眾黨立委林國成 也特地來參加孫子的畢業典禮 林國成的女兒 台北市議員林真羽 也以姑姑的身份來觀禮 現場的氣氛相當溫馨 因為我是家長的家長 也就是我的孫子也是獨自家 青青 所以我覺得今天畢業典禮 我們大家來第一個祝賀 那第二個來感謝青青 對小孩子的細心的照顧 學前前的他的這些各項的教育 青青幼兒園 我個人覺得值得信賴 所以我很高興看到孫子畢業 看到青青每一年都這樣茁壯 我是覺得對於下一代是有幫助的 各位基隆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議員林真羽 然後今天呢北北基生活圈也要來支持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青青幼兒園 然後辦了畢業典禮 那其實我很榮幸喔 因為我的小隻子也在青青的照顧之下 然後學習了非常的多 然後不管是 英文啦 然後跟很多的社交運動啊 我覺得其實青青都給了孩子們很棒很棒的空間 青青幼兒園第五十一屆畢業典禮 今年共有三十九位畢業生 所有來賓都獻上祝福 期許孩子們在家長用心的陪伴照顧下 勇敢追夢 邁入另一個求學階段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這次的地步 呢 兩個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